大家其實看到華健哥 應該就非常有感了吧 台灣是個高齡社會 是 台灣歌壇已經是個高齡歌壇 站下我還在 沒錯 華健哥在做競技獨立的時候 喜歡唱什麼歌 這一秒鐘我會覺得 到底有沒有朋友 一生一切中 在演唱會 有沒有自己覺得最難的歌 我很多歌都滿難的 拉越蟲蟲去夜蟲蟲 不能相逢 我今天大家來參與這一場是 全部都是陌生面 陌生臉孔 台灣歌壇真的是一個高齡歌壇 九月份開始先去馬來西亞 人家談一場後來就 飄漫得不錯變成涼腸 謝謝那麼高齡的觀眾群 東盛大師最近有一場見面了 最近沒有 可是快要見面了 比如說去年我們還約吃了一個飯 大家都說說近況這樣子 他沒事有寫封信給我 他很好玩他寫信 一個是張大春 張大春寫信是用毛筆寫的 然後把那片信拍照然後寄給我 我們這些年輕人都過著一種 另外一種好像明朝清朝的日子 大春很厲害 我還定期我都會跟他要回原稿 因為我覺得他那個原稿都值錢 以後等那個時候 因為買很貴 留著啊 留著丟掉也浪費 好啦你不要逼我 我現在的整個工作模式跟生活模式 其實已經算是進入一個這個階段了 我工作幾天我就應該玩幾天 那現在不是 比如說我剛做完盲選 我就跟太太去了日本 玩了七天爬富士山 坐車上富士山啦 不是等一下我沒準備啊 我沒準備啊 我就覺得不好意思 我說你聽我講不及了 然後碰到很多人的全副武裝的 有一個當地的導遊過來說 其實你可以騎馬上去 我說我連騎馬都沒準備好 爬那個富士山爬到最後的時候 手腳都有併用的 不是只是爬上去而已 我沒準備 我沒準備啊 我沒準備啊 明年 所以明年要挑戰富士山工 所以明年 我沒想到時可以爬的啊 富士山 是要去看日出嗎 我沒想那麼多 我想工頂而已啊 你很有經驗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你爬過沒有 你爬過沒有 沒有沒有 誰可以 誰可以 看過電視有人爬過 你看過電視我看過卡通了 老闆 下次廣告叫富士山拍好不好 老闆